这柄剑能斩到天灾星寿吧 灭凤的小手想着去触碰这柄大剑 但伸到一半时又本能地缩了回来 本能在警告它不能冒失 能 许奇记竖起大剑 大心脏的跳动节奏缓缓恢复 但心脏那种红炉的效果并没有消失 它就像是能量核心 每一次的跳动都在为许奇记提供强大的力量 十枚原本全是祝福的符文 在填入剑孔 连成一线 加持在剑身上的力量 却不是祝福的集合体 而是转化成了新的属性 剑气 此时的剑身上 新生的 剑气属性还没有完全内延 这也是灭凤 本能不敢接触大剑的原因 它此时若是小手抓上去 就会被细碎的剑气反伤 难怪 精神铸剑术中 根本不去提天入剑孔中的符文 需要什么特定组合 不管是什么符文都好 只要数量足够 满足大剑升级的需要 就能诞生相应的大剑属性 我可能需要修炼一套剑术 许奇记琢磨道 想要将这柄大剑的威力 彻底发挥出来 那肯定要匹配一套剑术 许先生 你这是大剑 我们这两年来 虽然收藏了一部分的武器 但这种偏门大剑的剑术 我不确定有没有收藏 孽缝思索道 觉醒的奇记者 能力各异 有很多觉醒者的能力 都能配合武艺施展 一些普通的武艺 和觉醒的力量相配合后 能发挥出极大的效果 所以近些年 他们也在收集各种的武艺 等杀伐技巧 但许奇记手中这剑太大了 这种体型的巨剑 放到现实中 人们提着都累 更别说挥舞着它去战斗了 就算是双手大剑 和许奇记手中 这剑比起来 也是苗条的可爱 随便什么剑法应该都行 你别看我这剑体型较大 但这基本完全是为了 方便未来打孔 所以才有这么大的体型 事实上 它是精神力锁化 几乎没有重量 我握着它 就和握着塑料剑一样轻松的 许奇记解释道 为了让灭凤相信 它还抓着大剑挥了几下 轻轻松松 真啊 让我试试 灭凤凤凤了过来 许奇记将剑递给灭凤 灭凤拉剑 许奇记松手 剑身就哐的一声 掉在地上 许奇记 灭凤 有重量 许奇记马上明白过来 而且对我来说 它的重量 完全配得上 它的体型和材质 灭凤甩了甩手道 不过 我大概明白了 我这就让人找找看 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 配合许先生施展的剑术 最好是那种 举重若轻的高速剑 连击剑之类的 将这个属性 发挥到最大 那就麻烦灭凤女士了 许奇记点头道 他伸手 将地上的大剑捡起 将它收入体内 接下来 就等苏西莎那边 先完成布置和保护 然后召唤它过去 试试 祝福符文的效果 顺带着 正好将目前的十孔 扩张到一百孔 有面子真好 凑齐十枚不同的符文 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而且 还有一枚多余 而且 一百枚估计也用不了 太长的时间 毕竟不是他一个人 在刷猎犬 目前有不知数量 差不多整个大厦的 觉醒者在帮忙 话说 许先生接下来 还要多少的 受服数量 灭凤突然又问道 下一集的话 还需要增加 九十枚的 祝福符文吧 而且 可能需要的 都是不能重复的类型 许奇记不敢将话说满 我明白了 我们这边接下来 会注意一下 尽快将余下的 八十九种 祝福符文集齐 交到许先生手里 灭凤点头道 说完后 他望着许奇记 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的模样 八十九枚数量太大了吗 许奇记善解人意 问道 不是 我其实想知道一下 昨天那个最后出现的 十巨人新兽 是被许先生你干掉的吗 灭凤问出了 纠结了他一晚上的问题 昨天回家后 他盘问妹妹灭黄 询问最后那十巨人的事 但妹妹灭黄一问三不知 营阳果然都长到上半身去了 灭黄只说他当时 都快绝望了 像征性地攻击了下十巨人 就闭上眼睛 用身体护住许奇记和化美女士 结果想象中的痛苦迟迟没有降临 一睁眼 却发现十巨人被干掉了 灭凤很好奇 当时十巨人是怎么被干掉的 他想要得到详细的数据 接下来 为了让大夏系统升级到1.0版本 大夏觉醒者总部已经在筹备着 准备去讨伐沙漠中的那只盘踞在阴影世界中的巨型星兽 十巨人和沙漠中的那只星兽 无疑是同个级别的 所以在攻略前 如果能得到这个级别 BOSS及星兽资料 对他们接下来的行动肯定会有很大益处 干掉那只十巨人的 不是我自己的力量 许奇记坦白道 我借助了某种一次性的外力 才保住了小命 一次性的外力吗 可惜了 灭凤遗憾道 本来还想着 如果可以 想多了解些相关的信息 对付那个等级星兽的经验 这对我们接下来讨伐沙漠中的巨型星兽会有帮助 讨伐星兽 什么时候 许奇记心中一动 目前还在筹备中 但应该在这周内就会行动了 灭凤出声道 到时候 能带上我不 许奇记略意思索道 问道 不行 灭凤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如果是普通降临的星兽灾难事件 我们可以带上许先生掌掌经验 毕竟危难在我们可控制范围 但是 攻略那个等级的星兽 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全身而退 不可能将许先生 你带到那么危险的区域 如果他敢将许奇记带到那种地方 恐怕总部的人会将他家都跑了 正说话间 灭凤的电话响起 是我 代号 灭凤 灭凤接起电话 语气也换成了严肃的少女声 许奇记捏着下巴点了点头 原来是代号 他还以为这俩姐妹 真名就叫灭凤和灭黄来着 差点以为他们姓灭 灭凤队长 你现在在湖山市附近吗 湖山市大岩区位置 有阴影世界反应 从范围来看 应该是小型到中型的阴影世界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冷静的播报声 你那边目前能抽得出人手来吗 没问题 灭凤利落到 我马上赶往现场 将精确的地址发送给我 已经发送给队长 电话那头的声音回复道 阴影世界和新兽出现得很频繁吗 许奇记问道 频率一直在增加 我怀疑 它们是不是被某种东西挡着 以前只能进来一小部分 现在 近来的新兽 实力越来越强 数量也越来越多 挡着它们的某种世界意志 或是类似的东西 可能在被削弱 灭凤挂掉电话道 没错 就是我大 许奇记在内心暗暗点头 他就是新兽猎犬和它们背后主子们最最恨的存在 大声地告诉我 我是不是你们最讨厌 最恨不得去死的人 许奇记发现自己的心理 承受能力 简直海量 只是睡了一觉 他已经很自然 就接受了 自己是世界防御层核心的身份 面对这个现实 他非但一点都不慌 反而还会很快乐 如果阿谢的防御层 能更结实点 他会更快乐 走吧 我反正也闲着没事 一起去坐标地点看看吧 说不定 我现在就能派上用场 许奇记出声道 说话间 他伸手一招 楼上的门自动打开 一盆芦荟飞了下来 一同飞来的 还有点名册 这点名册 虽然已经绑定了 但这种重要的东西 还是随身携带 会比较放心 至于芦荟 可能是 某种本能的潜意识 让许奇记顺手就将它带上了 面缝有些羡慕地 忘了演许奇记这一手操作 真是方便的能力啊 他们这些觉醒者的能力 只有在阴影世界中 才能施展 但看许先生 操作就是骚 日常生活中 念力这种东西 简直不要太好用 行 那到时候 许先生你小心点 别离我太远 灭凤叮嘱道 既然已经觉醒了 那未来许奇记 迟早还是会接触阴影世界 和那些新兽的 所以 不如在他们的照料下 先让他接触一下 那些小型阴影世界中的新兽 一步步来 女士叫车启动 灭凤一脚油门 车辆已完全不符合 她可爱外表的速度 在路上急迟 一路上 许奇记有些心慌 她的眼角余光 不时悄悄地 瞄向驾驶座的下方 灭凤女士的双腿 这不是馋 而是她总担心 灭凤女士的右腿 会不会够不到刹车 而出危机 这么快的速度 反应要是驰上那么一步 就是一车两命的结局 等会儿回家 我还是打低吧 好在一路平安 暗中道路方面 肯定给灭凤开了绿灯 一路顺畅 十多分钟后 到了 灭凤伸手 从驾驶座的收纳盒里 取出十个金属纸环 一个个戴在自己手指上 金灿灿的 每一枚纸环上 都有着大颗粒宝石 看起来负得一塌糊涂 将车停好后 灭凤下车 大步往前方行去 许奇记跟在她身后 在他们的前方 大延区位置 有一层迷雾笼罩着上空 但这片区域里的普通人 还丝毫没有感觉 唯有觉醒者 或是有觉醒前置的人 才能感觉到上空的异样 一个影子般的世界 此刻成形 猛地笼罩住大半个大延区 中行阴影世界 不算太坏 灭凤双手对积 手指上的宝石翁鸣 它起身踏入阴影世界 整个世界盾 瞬间安静 世界的颜色 变得单调起来 下方的行人 全部消失不见 阴影世界中 路面裂开 一只浑身尖刺的怪物 从地底爬出 身高在五米左右 浑身肌肉爆炸 它一线身后 就开始疯狂地攻击 边上的箭竹 车辆利用破坏 来扩大阴影世界的范围 而一旦阴影世界 被扩大到一定程度 就会有更强的天灾 新兽猎犬被释放进来 等阴影世界稳定时 就会反过来吞噬现实 到时候 阴影世界内破坏的一切 都会具现化到现实中 成为无法挽回的灾难 和这尖刺新兽一同出现的 还有一批同样吨位的异类 有从空中落下的 有直接从房子中挤出的 有从小湖中爬上岸的 还有从下水道中窜出的 登场方是五花八门 随着它们现身 迷雾变得浓郁起来 笼罩整个阴影世界 神兰 灭凤阳首 激活一大片的暴风 将迷雾驱除 迷雾会掩盖新兽的身影 在迷雾中新兽战斗力 会得到强化 而且 它们的感官和人类不同 即使是迷雾 也不会影响它们的感官 所以 破开迷雾 一向是人类觉醒者 和新兽战斗时的第一手 灭凤身后 许奇迹轻呼吸 呼吸间 自然难免会有雾气 被吸入体内 咚咚咚它胸膛中 轰炉般的心脏 如同加入了燃料一样 迈力地跳动起来 每次强有力地跳动 都会压榨出庞大的气血力量 滋养许奇迹的肉身 徐先生 你不用这么紧张的 你这么紧张 搞得我也很慌 灭凤转头 忍不住道 那打鼓一样的心跳 让它心跳都跟着加速起来 不 你别误会 许奇迹摆了摆手 道 这不是紧张 而是感觉到刺激 我懂 我懂 所以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少刺激下心脏 别让它有太大的负荷 深呼吸 还吐气 念凤一副我懂 我理解的表情 许奇迹 这可是 你要我深呼吸的 它卖力吸入迷雾 吸入的雾气 仿佛直接被轰炉心脏抽走 投入到心脏中 许奇迹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强度 加一 加一 这种感觉太顶了 如果可以的话 它真想一口气 就将所有的雾气 全部抽干 不给新兽们藏身之处 听到许奇迹深呼吸后 那跳得更响的心跳声 灭缝放弃了 小心点 许先生 跟在我身后 我小队的成员 应该也赶到了 正说话间 不远处也有阵阵暴风卷起 全部是神蓝的光辉 是灭缝小队的队员赶到了 接下来 开战吧 灭缝双拳握住 盯住远处那只 五米高的尖刺兽 娇小的它 和庞大的怪物 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雷兽 灭缝右拳挥动 粉红色的雷电 再次划破天际 从空中降落 化为猙獰雷兽 撞在尖刺兽身上 守护世界的少女和怪物 如果少女能变身的话 那就是魔法少女题材了 如果少女能变大的话 那就是光之巨人 哄 硬吃了一发雷兽后 那只尖刺兽就被撸突了 身上所有的尖刺都被计较 掉落一地 庞大的身躯 不受控制的颤抖 倒在地上 就如融化了一样 融入地底 死了 徐琪琪望了眼灭缝 很强啊 秒杀这种体格的新兽 没有 还差点 潜入地底了 是少有的 有头脑的新兽 灭缝皱着眉头 目光打亮着地底 这些家伙能随意地穿墙 连地底也能穿 不过目前接触到的新兽 大多智力低下 明明有这能力 但很少用这能力来逃生 来了 在地底 徐琪琪突然出声道 抱着融灰的她 感觉自己的感官变得特别锐利 那只被击凸的新兽 明明还如伏地魔般 潜伏在地底 但徐琪琪 就是能隐隐约约地感应到对方 这种奇怪的感知能力 和她的念力很配 徐琪琪伸手 将融灰用念力拖住 接着她双手一握 大剑浮现 她倒窝大剑对准地面 用力一炸 剑气 属性激活 对着地面贯穿而去 潜伏的新兽 直接被剑气捅了个对穿 从地底冲了出来 惨叫连连 雷火 灭凤抓住时机 粉红雷电密集地缠绕在新兽身上 雷电上爆起火焰 将新兽层层包裹 几夕时间 新兽轰然掉落 黯然退场 许七记念力一动 轻轻拖住这只新兽 庞大的新兽拖起来 并不比芦荟沉多少 接着 许七记上前几步 握着大剑对着新兽一箭捅去 确认死亡吗 灭凤瞄了眼许七记 感觉许先生好谨慎 正当他这般想着的时候 许七记巨见微微一转 从新兽身上 挂下一块撑的上尸肉的物体 许七记拖着这块肉 沉思起来 片刻后 他望向灭凤 你说 这东西 能吃不 灭凤 这点 我们还真没试过 灭凤盯着 许七记手中这块肉状的东西 却只感觉头皮发麻 完全没有食欲 说实话 他根本不会将天灾新兽和吃 这两个完全不搭搭的事情 联系到一起 可能 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大侠人 而眼前的许先生 就纯血得多 说不定吃下去后 能像大补药一样 补充觉醒者的消耗 甚至提升觉醒者的精神能量 毕竟这些天灾猎犬 本来就是能量体 吃啥不啥 许七记继续琢磨着 甚至有着想现场料理下这块肉 试试味道的冲动 许先生你别 这种事 还是交给我们来先实验一下 我找人到这里试试 灭凤尽量制止许七记的蠢蠢欲动 还是他先找一只小团队成员过来 特别是需要一个和火属性有关的成员 最好是会烧烤的 来处理下天灾猩兽 试着料理下他们 带不回去吗 许七记一边用念力挑了挑猩兽 好奇问道 灭凤摇了摇头 阴影世界消失后 被击杀的天灾猩兽 也会崩溃不见 我们能带走的 只有兽福 以及天灾猩兽消散前 从他们身上采集到的各种信息数据 偶尔会有部分特殊新兽 会留下小段的骸骨 但那东西一般也没人会想着去吃 都是带回去做实验 研究灵能武器 如果新兽遗体能整个带回去 对他们研究灵能武器也会大有益处 原来如此 许七记点了点头 他就说呢 正常情况下 怎么可能会不研究下新兽能不能吃呢 原来是这些家伙的身体 在离开阴影世界后 就会消散 无法带走 看来只能现场料理下试试 又或者 去研究一下 有没有能将他们打包的方法 回头要不要问问 点名册 上的各位 看看 谁有相关类似的经验 正当许七记思索之际 灭缝的耳畔特制联络器中传来一阵焦急的声音 是妹妹灭黄的 姐姐 我刚才看到粉红雷电了 你是不是已经抵达大岩区 许先生和你在一起吗 灭黄叫道 灭缝淡定回道 是 果然是你和许先生 你们准备跑路 等我们和你们会合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原本和我们在对抗的所有天灾新兽突然扔下了我们 拼命地往你所在的位置赶去 姐姐 你护好许先生 灭黄飞快道 灭缝顿时不淡定了 我惹他们了 我刨他们祖坟了 凭什么我一出来 他们就拼命干过来 对我 但现在 不是多说的时候 他甚至已经看到 远处有几只高大的新兽 迈着六轻不认的步伐 飞快向他的位置冲来 以他的实力 就算面对四只五米左右的新兽 也能应付 但一口气来时候 他就有些吃不消了 主要是他的雷电不够粉 徐先生 撤了跑起来 有大批新兽 向我们这边赶来 灭缝转身对着许奇迹叫道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就拉了仇恨 难道是因为我们 想要吃新兽 新兽间有心灵感应功能 感觉被冒犯了 就集体过来了 嗯 也可能是我的原因 许奇迹诚实道 毕竟 他可能是新兽和他们主子 最憎恨的对象 阿谢不下的防御层中 层层都带着他的气息 现在他一进入阴影世界 又施展了大剑 气息肯定扩散开来 新兽们如果感应到这种气息 没理由不敢过来 许奇迹有些遗憾地放弃了被打死的新兽身躯 本来还想着将他用念力包裹着 试试能不能搬出阴影世界 然后他抱起炉灰 开始和灭缝一起跑路 许先生 你做了什么 灭缝听到许奇迹的话 疑惑问道 怎么说呢 蹭了一件保护世界的事 许奇迹道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灭缝叹了口气 两人迈开长短腿 开始飞奔走位 但是 身后的追击的新兽 速度却更快 新兽的腿更长 而且 他们还开穿强挂 许奇迹和灭缝 有时候得拐着跑 新兽却能以最短距离的直线追击 这也是其他队员 一时间追不上新兽的主要原因 最讨厌这些腿长的 跑起来还开挂的 灭缝此时 恨不得自己能多长几双腿 需要我扛着你不 许奇迹问道 死路了 灭缝的回复不对题 并不是跑路死胡同 而是前面也有 穿墙的新兽围了过来 被包围了 杀了挡路的 许奇迹提醒道 最大功率输出 只好这么办了 灭缝双拳对碰 电光闪烁 前面这只怪物的毛发很帅 我等会儿 给他来个离子烫 屋迎面来的新兽 头部有些像狮子 长着一圈的棕毛 但身体就鬼畜很多 像胡乱拼凑起来的东西 这种看起来 就完全没食欲了 许奇迹暗道 颜值也是很重要的 太丑的话 会让人根本提不起吃的念头 除非是先杀了切片了 让人看不到 他们一开始长啥样 死吧 灭缝食指握拳 对着棕毛新兽隔空撕去 拾到电芒 向新兽绞杀而去 又帅又粉 一分钟后 许奇迹和灭缝 还是被包围了 灭缝有着短时间内爆发 秒掉一两只新兽的战力 但包围上来的新兽 窜出来的速度太快 而且各个怀着自暴精神 哪怕是死 他们也要拖住灭缝和许奇迹 短短一分钟后 里三圈外三圈的新兽 就将许奇迹和灭缝包围在其中 所有的新兽 目光争鸣地望向许奇迹 这就有点不好搞了 灭缝捏着食指上的戒指 那接下来 防御为主 等待支援 凭我们的实力 面对这种等级的新兽 能支撑很久 只要别做死 被新兽袭击后 可能会失忆 成为植物人 也可能会直接死 他好不容易从失忆中恢复 并不想再次失忆 所以 谨慎点 支持住 这个等级的新兽 只要小心点 还不致命 明白 我也不想再失忆 许奇迹抓住大剑 刚断片三年呢 他可不想一觉醒来 变成秃头老奇迹 姐姐 远处一批灭凤的队员和灭黄医生 气喘吁吁赶来 他们骑着车过来的 看到灭凤和许奇迹被包围 灭黄有些焦急 直接上 还是先想办法救人 有人搓着手 谁能有办法 先救灭凤队长和许先生出来 直接上 这种等级的新兽姐姐 能撑得住 灭黄直接道 话说 这些新兽围着我们 为什么都没动 包围圈中的灭凤 有些疑惑 包围着他们的这群新兽 各个面带凶猛之色 恨不得将他们撕碎的样子 但不知为何 最前方几只新兽 磨着爪子 却又在犹豫着 似乎不敢上前 他们在惧怕着什么东西 是在等更强的新兽过来 许奇迹想起了那时 突然钻出的石巨人 更加谨慎起来 而此时 一直隐藏在炉惠中的 那只小仓鼠 露出个小脑袋 黑亮的双眼扫荡全场 片刻后 黑亮的双眼中 有妖艺的红色 一闪而过 在灭凤队员动手的刹那 有庞大的气势扫过全场 啪啪啪啪 原本围着的新兽 突然气势一泻 浑身颤抖 全部跪趴在地 出手的觉醒者小队成员们 就这么顺利地 赶死了好几只新兽 觉醒者们一脸疑惑 为什么这群新兽 突然就虚了 感觉就像是所有的新兽 都在惧怕着 许先生 因为灭凤大家都熟 新兽突然跪一地的事 肯定不是灭凤座的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神秘的许先生啊 不愧是许先生 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 但好厉害 来不及多想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趁他病 要他命 杀杀杀 灭凤小队的觉醒者们 一瞬间将输出拉满 几乎要将自己骨子里的精神力 都压榨出来 全部化为杀招 轰隆隆砸向新兽 瑟瑟发抖的新兽 哪怕是被直接轰杀 也没能硬着骨头爬起 而是发出嘀嘀的咕咕声 在颤抖中 被轰杀一地 新兽的躯体崩溃 留下了十多枚的兽符来 姐姐 你没事吧 灭黄那高挑的身形 跨过新兽躯体 跑到姐姐的边上 将他抱起 仔细检查 他觉醒的能力 就和医疗有关 是小队的医生 我好的很 快放我下来 我的队员都看着呢 灭凤挣扎道 他还想尽力维持 自己在小队成员面前的威严 但被妹妹抱在手里的他 还哪来的威严 许先生 刚才的新兽 为什么突然就倒下了 灭黄医生 都没有理会姐姐的挣扎 他望向许奇迹 好奇问道 可能 是中毒了 许奇迹想出一个大胆的假设 同时 他的念力 则是小心地 拖着自己手中的芦荟 就在刚才 他隐约感应到了妙哥的气息 很弱 而且一闪而过 但应该错不了 是妙哥的味道 上次妙哥 就附身在芦荟之上 不会是还有残留的余威在吧 中毒 许先生 你的能力和毒这一块有关吗 灭黄医生文言 眼睛一亮 他姐姐的能力 是粉色雷电 那毒就是许先生释放的 嗯 这倒是个好方向 许奇迹捏着下巴刀 比起灵感武器来 或许可以先找找 有没有针对精神能量体的毒素 然后附加到自己的大剑上 我这把大剑 可是抹了剧毒的 而且 毒素这种东西一旦掌握了 加以研究的话 说不定能变成对人类无害 对精神能量有剧毒的那种 就算不能 那弄成脆毒型的也好 以后战斗时 可以像圣水一样 先给武器抹个毒 或是制作出圣水子弹啥的 回头我好好问问 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毒药配方来 许奇迹回道 灭黄医生眨了眨眼睛 他感觉许先生的话题有点跳 这就是天才的思维 二十分多钟后 阴影世界中 余下的新兽被全部斩杀 阴影世界开始消散 绝情者小队成员 收鞋带好受服 收集了新兽崩溃后残余的信息 打扫战场 然后静静等待着阴影世界结束 许奇迹坐着灭黄医生的车回家 灭凤没有要主动送他回家 让他暗中松了口气 许先生 临走时 灭黄医生有些担心地叮嘱道 你如果要研究毒素的话 一定要做好防毒措施 最好不要在家里实验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场所的 放心吧 我没那么忙 许奇迹微笑道 在家里研究剧毒 怎么可能这么做 他还想多活几年 灭黄医生毛子微尘 扫过一楼的那个奇迹之门装置 许先生可是在家里 组装这种刺激装置的人 他不多提醒一句 哪能放心 家里三楼 许奇迹抱着芦荟上楼 给芦荟叶喷了点水宝石 喷水的过程中 他才发现 那只藏在芦荟丛中的小仓鼠 小家伙 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许奇迹一愣 小仓鼠歪了歪脑袋 露出了很可爱模样 许奇迹挑了挑眉头 不会是昨天一直在吧 那我和画眉睡觉的模样 不都被你看光了 小仓鼠 咋咋咋 许奇迹伸手轻摸鼠头 但他没有将小仓鼠赶走 反而取了片小饼干递给他 小仓鼠接过饼干 美美地啃了起来 许奇迹则靠在床上 取出点名册 来 画眉已经醒了 那么奇迹山应该回去了 他翻开奇迹山的页面 轻轻一点 换到713 对面 响起了一阵均匀的呼吸声 还在睡 许奇迹将手缩回 还能听到对方的回应 那至少双方的联系没有断 等他醒了 还能沟通 咦 睡着了 正当许奇迹想翻页时 点名册上 响起了奇迹山的声音 停顿了片刻 哦 我回来了 难怪 奇迹山继续道 起床了 许奇迹问道 奇迹山的声音响起 嗯 是奇迹啊 我可能睡过头了 感觉精神有些累 这次记忆没出问题吧 关于奇迹之门的设计 许奇迹问道 奇迹山回忆了一下 回道 这次没问题 设计图我牢牢记得 甚至有空 我还能为他改进一下 关于奇迹之门的事 我这里还有点消息 要告诉你 我后面得到了 失忆间的我留的信 奇迹之门 最好还要配合一副药汤使用 效果才会最好 药汤是我近些年一直在喝的那种 画梅应该知道配方 我一会儿问问画梅 将配方给你发去 许奇迹道 谢谢 奇迹山缓缓道 但是 就算有配方 他那里的现状 恐怕也很难凑出来 但怎么说 也是许奇迹的心意 他不会拒绝 然后 说起激活人们超能力这个选项 我今天想到剧毒这东西 有没有可能 先研究出一种 针对精神能量体的剧毒来 先给他们喝一壶 许奇迹将自己的想法提出 毒 对面 奇迹山似乎一愣 陷入到了沉思 沉思中的713就跟入定了一样 许奇迹怎么叫 他都没反应 许奇迹只好先退出 奇迹山的页面 翻回到苏老师的页面 轻轻一点 总有种再翻牌的感觉 苏老师 你那边现在准备如何了 许奇迹问道 还需要点时间 明天就能鼓到好一切 苏西莎回复 有事 没事 就是我的大剑 已经凑齐十枚符文了 我琢磨着 女儿去你那时 顺带在开个90控升级下 许奇迹道 这么夸 苏西莎也是一愣 昨天才刚开的孔 今天就十幅文了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许奇迹摸了摸自己的脸 这张脸还是蛮顶的 在如今的大厦背有面子 对了 苏老师 你是助期的高手 那有没有办法 弄出一个能装精神能量体 的盒子之类的东西 许奇迹又好奇问道 他发誓 只是顺口问问 没别的意思 哦 你说的是 封印精神能量体的器具吧 这个是能办到的 但许先生 你现在还太弱了 封印精神能量体这种事 你暂时还办不到 苏西莎回道 也就是说 是有这种办法的 许奇迹捏着下巴 封印术吗 接下来自己的大剑上 最好给封印术留几个孔才行 到时候 在剑孔中留几枚封印用的符文 砍完后 再激活封印符文 将精神能量的携受封印保存才好 至于自己去学封印术 苏老师都说了 它目前太弱了 暂时还办不到 所以 如果能借助符文的力量 是目前最好的方法 到时候和灭黄姐妹聊聊 看看有没有封印系统 或是组合起来 会有封印功能的符文 尽量给她关注一波 话说 你在将十枚符文填装完毕后 是否发生了变化 对面 苏西莎突然问道 许奇迹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左大胸肌 点头道 感觉像是正式入门了 如今 我的心脏如轰炉 时刻保持着暖暖状态 每一次跳动 都在为我增强力量 嗯 你的感觉没错 这种状态的确是入门的状态 在我们这里 也被称为是完成了修行的基础 可以正式称为是一阶的状态 你这门功法 还真是速成 苏西莎感慨道 要知道 她这边的修行者 想完成这一步 最少要百日之久 而许奇迹 只是找人凑齐十符文 往箭孔中一塞 当晚就完成了蜕变 这是完全不看什么修炼基础了 反正境界上去再说 那么下一步 等我为你开了余下九十孔后 你快将它们填装完成时 就得注意一些了 苏西莎提醒道 为什么 许奇迹好奇问道 苏西莎琢磨着回复道 如果我估算的没错 十孔是完成修行基础 那百孔就差不多 正好是完成 从一阶到二阶的蜕变 这种蜕变 实力跨度非常巨大 体内能量的性质 会产生净化 在我们这 二阶的生命 可以轻松拍死一阶 这不是好事吗 许奇迹文言 疑惑道 而在我们这里 一旦完成这种变化的时候 会有被称为结的灾难降临 这也是我们这边的人 不走结境 一步一步修炼的主要原因 在没有把握面对结之前 我们会稳扎稳打 慢慢积攒实力 但你那功法 有些不太寻常 根本没有考虑过 会不会有结这种东西的存在 苏西莎解释道 所以她在怀疑 会不会许奇迹那个世界 压根就没有什么结不结的 反正实力一到 境界就涨上去 活蹦乱跳的继续 毕竟按许奇迹一夜间 就凑齐十伏的速度 如果她明天 给她开九十孔 估计用不了多久 许奇迹就能买一百伏 完成晋级 这样的晋级 根本没有灵魂 没有基础 这么短时间里 也学不到什么 实用的技能手段 如果有结之类的存在 许奇迹拿什么去对抗 因为世界的不同 规则肯定也有所区别 所以我不确定 你那里会不会有结 这样的规则存在 如果没有最好 如果有 那你在满一百孔的时候 必须注意一下 苏西莎善意提醒 她不想许奇迹出事 毕竟 如果明天许奇迹 见上的不受干扰 睡个好觉能有效 那她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需要许奇迹 除非等哪天 点名册的权限 再升级一趟 能让许奇迹 直接送一枚 祝福福文到她手里 她也打造一柄 和许奇迹同样的大宝剑 填装祝福福文 我明白了 我到时候会小心的 谢谢苏老师 许奇迹感谢道 另外 苏老师 你们那边的结 是什么样的状态 多种多样 因为我们这边的修炼体系 非常复杂 多种多样 所以 结的类型 也皆不相同 有针对精神意志的考验 有物理层次的直接灾难 有大自然的灾法 许奇迹听着 大心脏跳得更迈力起来 似乎很刺激的样子 你最好也有个心理准备 希望你那边 没有这方面的考验吧 苏西莎总结道 明天 早些点我的名 我为你开孔 你为我祝福 好嘞 喜奇迹答得很开心 但结束和苏西莎通话后 她突然想起 昨天自己精神力 被硬生生锤成大剑 又开了时孔时 那种灵魂层次的剧痛 冷汗就突兀地冒出来 开十孔都已经是钻心的疼 九十孔就是九倍的痛苦 这样下去 我迟早会成为抖M 画梅 抽我 许奇迹连忙摇了摇头 将那种可怕的画面 甩出脑袋 那种可怕的未来 不是她想要的未来 之后的时间 许奇迹努力让自己变得忙碌 让自己不再胡思乱想 在等着画梅回来做饭前 她先来了便日常的冥想修炼 加剑禅 努力让大剑 变成她想要的形态 只有剑禅的深度越高 未来大剑的形态 才会越符合她的心意 冥想一变后 许奇迹发现 大夏系统里的那个 冥想法对精神力方面的提升 还不如她的大心脏 暖暖地自动提升来得快 效率有点低 不过考虑到这是0.8版本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可以理解 冥想完毕后 许奇迹睁开眼睛 望向身边放着的画板 她琢磨着 要不要试试练练漫画技巧 现在 她已经觉醒成为了奇迹者 精神力 身体素质 大脑运转速度 都有了进化般的提升 现缘她 学习画画 应该能很快掌握技巧 而且 这具身体的深处 一定也隐藏着画画的本能 这种本能 虽然没有记忆 但一定能 被她重新挖掘出来 现在的她 突然想为那部漫画 画个结尾 这不仅是画梅的心意 也是奇迹山的心愿 试试吧 反正现在的我 也没其他事情能做 许奇迹抓起画板和笔 脑海中很构想了一张草图 她提笔 希望自己能将脑海中草图画出来 哄 就在笔尖和画板接触的刹那 许奇迹只感觉自己脑海中 像是爆炸了一样 有种山崩海啸般的感觉涌现 那种感觉 让她脑壳发胀 头疼欲裂 这不是画画的灵感 怎么回事 许奇迹下意识抬头 望向自家天花板 但她的目光 却仿佛在这一刹那 穿透了物质的地板 一直投递到了天空中 甚至投递到了天外天 在那里 有一层覆盖整个世界的防御上 多了一层碎花裂痕 美的炫目 结界 许奇迹心中一动 哄 又是一声巨大的轰鸣声 下一刻 结界破碎开来 这是第九层结界 它的破碎 代表着十分之一的结界 已经被消耗 这一刹那 整个世界所有精神力 强大的觉醒者 仿佛都心有感应 奇奇抬头望天 哪怕不知道 天外发生了什么事 但一种心慌 不安的感觉 涌上他们心头 仿佛有某种灾难 即将降临 许奇迹 我就是想提笔画个画 要这么夸张 有那么一刹那 在笔尖和画板接触时 许奇迹差点以为 自己是纹丝如泉涌 才丝如尿崩 那种排山倒海的感觉 他一度以为是 自己的画画天赋 在那一刹那觉醒 搞半天 根本不是全用 而是天外天的风音破了 总有一天 我要将你们骨灰都扬了 许奇迹放下笔 用力揉了揉自己剧痛的脑壳 此时 他有点怀念那双盘 他脑壳的手手来 老半天后 脑壳的胀痛感 才稍稍缓减 身侧 点名侧 稍稍泛量 他和许奇迹一样 都是90层防御手段的核心 又一层的防御被破开后 他和许奇迹一样 承受了冲击和负担 也不知道第九层防御消失后 会有什么一变 许奇迹恢复过来后 又有些担心起来 每一层防御的消失 都代表着猎犬主人们 能更进一步地渗透这个世界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的话 这何尝不是阿谢的良苦用心 许奇迹感觉 这可能是阿谢有意为之 随着防御一层层破开 也一点点地 放稍强些精神能量体生命进来 让这个世界的人们 能一步步适应 敌人实力的提升 这是一个缓冲的过程 让这个世界的生命 能时刻保持着危机感 努力提升自身 发展针对精神文明的科技 抱团取暖 如果这个世界 生命提升的速度过慢 那可能不等 天外猎犬主人的入侵 就已经被投入的 越来越强的猎犬星 受毁灭一空 许奇迹体会到了 阿谢的用心后 心头又是一阵暖意 今天吃螃蟹吧 他突然到 信上提起过 阿谢和他认识的场面 就是在菜市场 挑螃蟹的时候 想到这里 他给华梅发了条消息 媳妇 今天吃螃蟹不 我想吃螃蟹豆腐汤 好呀 我回家时 给你带螃蟹丸 华梅很快回复道 许奇迹心头 又是一阵暖暖 体内的能量都长了一截 比那老实子的 大侠系统 冥想要有效果多了 他想了想 自己和华梅在一起时的 心头暖暖节奏 顿时感觉 冥想什么的都不香了 等你回来 许奇迹眉开眼笑 回复道 咦 你这么说的话 我就想马上扔开工作回家了 少女甜笑表情 华梅回道 许奇迹 这么棒的吗 我这边开完会就回 等我回家 带你去抓螃蟹 现在所有人还看着我讲话 华梅回复道 许奇迹看到这 脑海中马上浮现 沈华梅在给下属们开会的过程中 突然掏出手机 和他聊夫妻私事的场景 你只管先开会 许奇迹连忙回道 希望沈华梅开会时 没有手机投屏的习惯 万一私聊消息 都投屏上去的话 那下回他如果去 华梅公司逛逛 得多尴尬 结束和华梅的聊天后 许奇迹目光 又望向画板和画笔 要不 再试试 但他心里有些虚 万一他在拿起画板时 外面的防御 突然又破了一层 要怎么破 咦 这是一个好理由啊 许奇迹突然心中一动 麦穗啊 你熊霸老师 我现在得了一种病 一提笔脑壳就痛 甚至我一落笔 世界就面临着毁灭的危机 最近 先割一段时间 相信我 我这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 他正这么乐呵地想着时 手机上 就弹出了麦穗的新短消息 要不要这么灵验 许奇迹有些心虚地 点开麦穗的消息 熊霸老师 今天中午 要给你点外卖吗 麦穗的新消息 许奇迹猛地松了口气 回道 不用 今天媳妇做螃蟹套餐 哦 周一啊 麦穗那边熟练回复 看着熟练的反应 以往周末时 奇异山现身 他没少让麦穗那边 帮忙点外卖 对了 熊霸老师 你最近还有什么东西要买吗 麦穗那边又问道 许奇迹 暂时应该没有了吧 如果非要说 可能是想整几部剑法什么的 哦 熊霸老师的下一部作品 和剑法会有关吗 我明白了 等会儿我让同城宿地的上门 送几部剑术给熊霸老师 麦穗那边飞快回复 许奇迹 不是 麦穗小姑娘 你那连剑术都有 怎么总感觉 自己是不是无论要什么东西 这位麦穗小姑娘 都能给他整来 麦穗 其实我还想要个时光穿梭机 许奇迹道 熊霸老师 你是想去未来抄稿子吗 哈哈 那种东西 就算是我 也不可能搞得到呀 麦穗小姑娘 在末尾附了个可爱的 熊熊笑表情 看着这回复 应该还算正常 许奇迹身边的炉灰盘中 仓鼠号正描着许奇迹的 聊天框中信息 她小爪子挠动 许奇迹 感觉自己今天 真得开始忙碌起来了 她刚和麦穗小姑娘通完话 灭黄医生那边 就又打来了电话 许先生 许先生 你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情报 怎么了 这么急 你要什么情报 许奇迹问道 同时让灭黄医生先冷静一下 刚才我们收到消息 在隔壁的天沙国 有天灾新兽现身 和以前一样 依旧是展开了阴影世界 有迷雾相伴 但这次 迷雾世界 有部分投影的画面 直接投射在现实 现实没有觉醒的普通人 都看到了模糊的巨大天灾 新兽身影 造成了民众巨大的恐慌 所以 世界是不是大变了 灭黄医生有些紧张道 现在大厦总部都在讨论这事 她则突然想起了许先生 虽然明知道 许先生失忆了三年 但她下意识总感觉 许先生可能会知道些什么 世界没有大变 充其量只是小便而已 许其既缓缓到 不用紧张 淡定点 和刚才 我们突然感觉到的不安 是不是有关系 灭黄医生那里 却安心不下来 是我们世界的防御层 又被破开了一层 所以接下来 入侵者和他们的猎犬 对我们世界 能造成更大的影响 在未来几年时间里 新受对主世界的影响 会一步步加深 不再只限于阴影世界 甚至不再仅限于投影 许其既缓缓到 所以 不想死于安乐 就必须要跟上节奏 保持危机感 强化自己 这也是阿谢想要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大厦系统 要快点升级到1.0版本了 灭黄医生有些明白过来 未来 那些入侵的新兽 可能不需要阴影世界 来进行中转 而是直接出现在现世 造成大量伤亡 目前的话 只是投影的模糊虚影 只是让普通人看到他们 还在可以处理的范围内 未来决心者们 将不再 一直是隐藏的守护者 他们会渐渐转到明面上 他们守护世界的画面 也会被投影到现实世界 被万人看到 而这 对于觉醒者来说 压力肯定会更大 但也是一种巨大的动力 天沙国发生的一变 那投影怪物庞大身躯 在闹市显现的新闻 以极快的速度 向整个世界扩散传播 不明真相的人们 都还在猜测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多离天沙国 比较远的区域人们 还是相当淡定的 他们离得远 想要当一个愉悦的吃瓜群众 开心地吃瓜 热情投入到网上的猜测大军中 但还没等他们啃几口瓜 却发现自己也变成了瓜 被人吃了 在接下来的数小时内 接二连三的事件 又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处发生 前一秒还在吃瓜的群众 头一台就发现 自己所在的区域 也出现了庞大怪物的虚影 世界不同的地点中 几乎不分先后的 出现了庞大怪物的投影身躯 怪物的身躯 虽然像打了马赛克一样模糊 但那庞大的体型 凭推各种建筑物的暴力手段 让人们的恐慌 一浪高过一浪 一浪强过一浪 之所以在一天内 出现如此密集的兽潮 是因为第九层防御被破后 天外天的那群猎犬主人们 迫不及待地投入 更多的猎犬新兽 对只剩81层的防御强度 进行实验 并以此推算防御的薄弱位置 为继续破开下一层防御做准备 所以今天的新兽们 就格外活跃 世界各地的觉醒者们 咬牙开启了加班模式 一些觉醒者数量多的地方还好 如果某个区域觉醒者数量不多 那觉醒者打完A区 稍加休息 就得赶往B区 疲于奔波 而除了让人心慌的怪物虚影外 很快眼尖的人们 又看到了重要的东西 有人在和这些怪物对抗 投影到现实的新兽画面 并不是完整的阴影世界 而是阴影世界的某个小区域的画面 当新兽进入到阴影世界的某个区域 就会被投影到现实 但一离开 身影又会消失不见 而偶尔会出现在这片小区域中的觉醒者们 身影也被投影到了现实 这是很多觉醒者们猝不及防的事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会被投影到现实的话 那一定会让自己显得尽量帅气些 但猎犬的主人没有提前通知今天的变化 没有彩排 觉醒者们直接上直播画面 好在这第一次的直播 画面有些模糊 不是真正的清静之人 估计很难从这模糊的画面中 辨认出觉醒者的身份来 这些庞大的怪物是什么东西 和他们战斗的又是谁 从他们和怪物之间战斗的熟练程度来看 这肯定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件了 这是一直默默在守护着世界的英雄 这种事情很早就有人知道了 但因为之前一直没有像现在一样影响到世界 所以一直瞒着所有人 有没有人发现过 最近一年多来类似怪物题材 末日题材 外星人入侵之类的娱乐作品越来越多 这是不是提前给我们打预防针 当全世界各地都出现怪物投影时 每一个可供人讨论的平台都炸了 到处在讨论这件事情 所有的新闻 所有的社区 所有的聊天群众 在讨论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无数的猜测 无数的怀疑 在引起惊慌的同时 又让不少人将目光落向了那群和巨大怪物战斗的人身上 觉醒者的存在肯定不会再隐瞒下去 想瞒也瞒不了的 这边可是强制直播模式 现在的画面还模糊 但保不准过几天 画面就清晰起来了呢 既然如此 不如就顺应时代的浪潮 干脆将觉醒者包装一下 推到明面上 将觉醒者 打造成某个城市的守护者 某个国度的守护者 甚至某个小乡镇 也可以有属于自己的代表觉醒者 拥有自己的骄傲 如此一来 可以让人们将目光全都转移到 这批默默守护人类的英雄身上 让人们知道 有这么一批英雄 在暗中守护着世界 降低恐慌 同时 也可以适当地将天灾新兽的消息 一点点地放出来 让人们一步步了解他们的危害性 不要小看他们 又不至于一下子爆发太大的惊恐 缓解恐慌的最好办法 就是让人们了解恐慌的源头 人们对未知的东西 是最虚的 但只要了解一些后 这种恐慌程度 就能大大缓解 然后就是落地的解决方案 只要确实地知道 这种恐慌是有解决办法的 就能让人们的心理 吃下定心丸 心中大定 诸如此类的决定 很快在各个国度间通过 许先生 我们对沙漠中那只高阶新兽的讨伐 估计要提前了 聂皇医生在电话中和许奇记道 许奇记抬头望天 你们又不带我过去 这边又细细地通知 是要缠我 许先生 对于新兽的信息公布 你有什么建议吗 聂皇医生又问道 要不做成资料片 将以讨伐的猎犬新兽 做成资料 公布他们的体型 图片 特征啥的 然后按若到墙 一点点往外放 许奇记略意思索到 或者 搞一个新兽的实力排行啥的 弄一个危害等级榜之类的 他这纯粹是玩游戏 看电影 追剧 小说之关的接触多了 下意识张口就来 嗯 好主意 灭黄医生 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关于新兽 可能对现实造成的危害 许先生感觉要 透露给所有人吗 这你们自己看着吧 如果感觉一下子放出来 会引起恐慌的话 就一步步来 一点点透露 许奇记对这种问题不擅长 回答这种问题 令他感觉头突 大夏想将决心者们 打造成英雄 许先生感觉 英雄要不要也搞排行榜 灭黄医生那边 似乎有数不尽的问题要询问 估计要问的问题 不只是他一个人想问的 村籍英雄 镇籍英雄 市籍英雄 省籍英雄 许奇记下意识脱口而出 妙呀 不愧是许先生 灭黄医生回答 像极了小迷妹 许奇记 我是随便说说的 你们不要当真啊 对了 许先生 最后 我替你找了一些剑术 但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 等持些会议结束后 我给你送去 灭黄医生最后道 好啊 许奇记闻言 有些期待起来 剑术呢 虽然他用的是大剑 但大剑在他手里 可是轻若无物的 他完全可以用这把大剑 捂出细剑的速度来 想想用大剑来施展 飘逸型的剑术 一定很有味 许奇记在中午化没回来做饭前 就收到了剑术 但不是灭黄送的 而是麦穗小姑娘整来的剑术 竟然还是装订版本的现装书 古风古味 非常有武功秘籍的感觉 许奇记期待加好奇 伸手翻开了第一本拔剑术 然后他就被帅瞎了 这拔剑术 和动漫剑品中的拔刀展示 完全没关系 而是一个个帅气的拔剑动作合集 扩剑要怎么拔出才帅 飞剑如何出窍才有形 细剑要如何优雅地抽出 剧剑要怎么扛在肩膀上才满 大下古剑要如何缓缓拔出才有范 厉害不厉害是一段时间的事 帅不帅可是一辈子的事 许奇记 麦穗给他整的 似乎都是一些画漫画时 要用上的耍裤镜头 如何让自己拔剑时最骚 最帅 最有形 竟然感觉有些赞 特别是这几个扛大剑的姿势 说不定我真能用上 许奇记捏着下巴 感觉很顶 而且 由于他手中这剑其实很轻 或许他还能配个剑翘来 未来出场时 能让自己更帅气些 明儿问问苏西莎老师 看看未来 他有没有可能 精化个剑翘出来 许奇记一边想着 一边认认真真的 将整本拔剑术给看完了 看完后 还感觉回味无穷 不看的话 都不知道区区一个拔剑的过程 都有这么多装逼的花样 除了拔剑术外 麦穗姑娘还送了本厅起来 更高大上的御剑术 有了之前最帅 拔剑术打底后 许奇记心里已经有了准备 他翻开御剑术 然后发现 这是一本 这八经的科学剑术 论如何将一柄剑 改造成喷气式飞剑 如何配上遥控手套的设计创意 到时候 只要戴上遥控手套 就可以用手指姿势 配合科技飞剑 进行远程攻击 许奇记 许奇记默默合上了 遥剑术 科技牛逼 然后 他意念一动 又取出了自己的那柄大剑来 他将大剑平放 手指一条 起 大剑轻易地飞起 灵活地在空中旋转起来 左转 右转 转圈圈 很好就是这个节奏 一二三四 再来一次 许奇记控制着大剑 在空中旋转 跳跃 虽然麦穗姑娘送来的剑术 都不是正经的剑术 但却激活了许奇记的灵感 他虽然没有科技 魔改自己大剑的技术 但他有念力啊 对别人来说很仙气的 遇剑术 他只用念力 来挑起自己的大剑 就能灵活操纵它 甚至熟练后 不用手 嘴角一挑就能遇剑 或是吹口哨遇剑 也很帅气 熊霸老师 剑术 收到了吗 麦穗又发来了消息 收到了 剑术很赞 我很喜欢许奇记回复道 嘻嘻 那我期待老师完结后的星座呀 少女期待表情 麦穗发消息道 我会尽量画出帅气的作品 许奇记保证道 至于我的尽量能到哪一个地步 就看天意了 中午时间 忙碌了一上午的许奇记 终于听到了楼下传来的停车声音 是画梅回来了 许奇记乐呵呵地来到了自家门口玄关位置 帅气地捋了捋自己的头发 想了想后 又将头发放了下来 然后他解开自己衬衫两个扣子 露出小半强壮的胸肌 很好 很蛮 很帅气 夫妻间的生活 总得有些情调 主要是不能一直让画梅情调 他也得情调起来 他又叼了朵玫瑰 塑料的 是他家的装饰 吃 房门口传来画梅脱高跟鞋的声音 大门被打开 来了 哼哼哼 许奇记嘴里哼着活泼的歌声 双臂伸展开来 如同跳花耳资一样 旋转了两圈 正面迎向门口的媳妇 大门打开 露出了媳妇画梅那好看的小脸 以及 两位同样算是精致美人的脸蛋来 顿时 三双眼睛全部牢牢盯在许奇记身上 画梅身后 左侧那个女白领打扮的小姑娘 还有些羞涩地一开眼睛 另一位变装打扮的女子 则是眸中含笑 大方地望向许奇记的胸肌 露出了好评的神色 许奇记 要不要这么刺激 嗯 阿记 很帅 画梅笑道 她将自己的高跟鞋放下 哼哼哼 许奇记重新哼起曲子 如同时光倒退一样 倒着旋转两圈 将自己转回到玄关后面 转着离场了 几天不见 奇记又变帅了不少 那个变装打扮女子乐和道 看样子 她和画梅 许奇记也是老相识了 可能是她最近快完稿了 心情也变好了的原因吧 画梅笑着将两位女子迎进屋来 许奇记此时已经将自己的衬衫扣子扣回 一脸灿烂笑容地重新出来 心脏大就是这点好 哪怕刚发生尴尬的事 她也能泰然处置 那阳光的笑容 反而让那个小姑娘也放松下来 这是我公司前不久招的秘书常乐 阿记你应该是第一次看到她 画梅将那白领小姑娘介绍给许奇记 以后如果我好忙的时候 有些东西 我可能会让她帮我们处理 会画画吗 许奇记捏着下巴道 常乐小姑娘 别为难小常乐了 画梅从卧室里取出一个文件袋 交给白领小姑娘 时间不早了 要不要在我这吃个饭 不了不了 常乐小姑娘连连摆手 她抱着文件袋和许奇记 画梅已经那变装女子道别后 就匆匆跑了 小姑娘脸皮薄 还需要锻炼 变装打扮女子 则如同来自己家一样 在餐桌前拉了张椅子坐下 毫无形象地趴在桌子上 许奇记内心开始猜测起她的身份来 看样子是和自己夫妻很熟的好朋友 是画梅的闺蜜 小常乐才刚毕业没多久 虽然有些腼腆 但她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 画梅进入厨房 用水装了一个小盆中 然后将几只还活的螃蟹 倒入小盆中 放到许奇记面前 本来想开完会后回来 就和你一起去买螃蟹的 但途中遇上了奇奇 就只好先去菜市场 将菜买了 下回我们再一起去挑螃蟹 好呀 许奇记点头道 然后她望着小盆中 张牙找我的小螃蟹 画梅这是干嘛 让她玩螃蟹 难道 玩螃蟹 是我的一种兴趣 画梅 你太宠奇记了 边上的奇奇 伸手戳了戳螃蟹 小螃蟹口吐白沫 爬到了一边 显然不待见 对了画梅 这次我又收集到了 一枚新的水晶符 所以就给你送来了 奇奇说着 打开了自己的小包包 从中打开一个小盒子 放到桌子上 水晶符 许奇记听到符这个字样时 顿时心中一动 嗯 是近些在大下一个圈子里 流传出来的好东西 小小的水晶符 却会有很多奇妙的作用 比如佩戴着就能不失眠 比如做久了不腰疼之类的 据说是水晶片中 含着某种特殊的波动 画梅对这种东西很感兴趣 我就帮她收集了不少 奇奇一边解释着 一边将盒子打开 盒子中 一枚小小的玻璃片 闪闪发亮 其内部隐约有一个符文 在闪烁着 正是从天灾新兽身上 爆出的兽符 因为兽符的特殊效果 市场上有不少兽符流传出来 特别是一些独行的觉醒者 获得兽符出售 是他们的一种收入来源 这枚符文比较奇怪 和目前市场上流传的都不同 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它的作用 奇奇说着 伸手戳了戳祝符符文 这种不清楚效果的符文 画梅你还要吗 厨房中的画梅回手望了一眼 道 挺漂亮的 虽然不知道效果 但应该是我没有收集到的类型 我收了 到时候 月底我一起给你转账呀 奇迹 收好了 奇奇将小盒子 推到许奇迹身前 许奇迹神色复杂地收起小盒子 听语气 画梅似乎收藏了不少闪亮的祝福符文 数量 有多少 他的手指接触到这枚符文 精神力在齐上一扫 愿你的每一根头发 都能化为一个分身 祝福符文的效果 在许奇迹脑海中浮现 许奇迹 这是猴哥的把猴毛 变出好多小猴子技能的弱化版吗 但是 每变一个分身 就需要消耗一根头发 许奇迹伸手摸了摸自己脑壳 有些不舍 这虽然是猴哥的知名绝技之一 但人类和猴哥 还是有区别的 猴哥的八万四千根毫毛 用完后抖一抖 还带回收功能的 正常人大概会有十万根左右的头发 许奇迹感觉自己的发量 应该会偏少 估计有个七八万根就不错了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人类的头发并没有自动回收功能 拔一根就少一根 再生长出来就得好几天 而且如果伤到了发根 伤的次数多了 甚至说不定还会影响未来的头发发育 会凸 等一下并没有说一定要拔下来 许奇迹突然心中一动 这个祝福是愿你的每一根头发 都能化为一个分身 那如果是理发时剪下的头发呢 大男人 一两个月就理一次发 很正常 那么这些剪下来的头发 能不能派上用场 咦 这水晶符怎么在发量 边上的琪琪 见许奇迹接过水晶符后 便发现 这水晶符在许奇迹手中 竟然隐隐闪亮起来 可能是我长得比较帅 许奇迹乐呵地将这盒子盖上 掩盖了祝福符纹 被精神力接触后 散发的光辉 这枚符纹 显然和它之前填充到大剑上的符纹 有些不同 其他的都是普通的祝福符纹 可以说是一些生活小技能 而这枚 却是真正实用的战斗技能 术法神通 是等级更高 或者 是受符中少有的精品 奇迹你符纹商人吗 许奇迹搁上盒子后 望向身边的便装女子问道 不 我真正的职业是吃软饭的 找个有钱的女总裁养我 麦符纹 只是我接触有钱总裁的途径 奇迹趴在桌子上 看起来全身无力一样 许奇迹很有自知之明 我仿佛感觉你在夸我 你就是 我羡慕的终极体啊 奇迹也非常坦诚道 许奇迹感觉自己和奇迹的聊天频道 竟然意外地合拍 奇迹 别怠话阿姐 厨房中的画梅忍不住出声提醒道 听到画梅这话 奇迹面朝许奇迹 不断地挤眉弄眼 要不是和画梅是好闺蜜 她这个时候已经接拽起了 这对夫妇不将狗子当人 画梅收集了很多符文吗 许奇迹一手撑着下巴 好奇问道 奇迹答道 蛮多的了 除了我给她提供一些水晶符外 她自己也有收集 怎么 你这个大男人 也对这种闪闪发亮的东西有兴趣了 这两天才刚产生的兴趣 许奇迹诚恳回道 这时 画梅将几个摆盘好的冷菜 先送上桌 对许奇迹甜甜道 那吃点 我们去看我收藏的水晶符 我收藏了蛮多的 具体有多少 我都记不得了 许奇迹 嗯 蛮多的 记不得了 这代表着数量 肯定不会少 如果只是二三十个 怎么可能会到记不得的程度 画梅的收藏 不会比面凤姐妹口中的总部存货 还要多吧 这个念头 在许奇迹脑海中 一闪而过 不过 倒可以理解 灭凤姐妹口中的总部存货稀少 主要是因为这几个月 开启 灵能武器研究项目的原因 存储的兽符疯狂消耗 恰好几乎殆尽 但只要 给它们少许时间 用不了多久 就能很快 再凑一大批兽符出来 哪怕不是每只新兽 都会凝聚出兽符 但全国范围那么大 积少成多 只需要稍稍一些时间调集一下 受符数量 就会非常夸张 而且 在收集的时候 我就在想着 阿基未来会不会也对收藏水晶符 这是感兴趣 所以大部分的水晶符 我都是按两分的数量来收藏的 除了一些孤品外 画眉又多加了一句 许奇迹文言 心头又是一阵暖暖 气血值不断加一 精神力加一 效果比冥想被多了 边上的琪琪 本来都抓起筷子 现在又将筷子放下 感觉有些饱 突然不想吃饭了 这要是在古代 那应该有多好 琪琪叹了口气 感慨道 许奇迹一愣 古代 嗯 古代不是有三七四妾吗 琪琪抬头望着吊灯 缓缓道 许奇迹乐道 别想多了 三七四妾 不是男妻和男妾 琪琪盯着 许奇迹瞅了半声 你这思路 真奇葩 我都快跟不上了 正常按这个思路来 不是应该他成为许家小妾 然后由大副画眉养着他和许奇迹 让他达成 另类被女总裁包养的目标吗 许奇迹这思路 不走寻常路 路都走窄了 难道这就是画眉最终选择许奇迹的原因 一顿饭吃完后 琪琪起身告别 按以往的节奏 他至少还要赖在这里赖半天 再蹭顿晚饭 但今天他有些吃不消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琪琪感觉现在的许奇迹和画眉 仿佛回到了新婚那个时间点 逆味道让他受不了 只好先一步退场 夫妻间真的能时刻保持着新婚那种甜蜜 这其中有什么窍门不 许奇迹在吃完饭后 戳了戳还在吐白墨的螃蟹 画眉 螃蟹不烧烫吗 晚些吧 先养着他们 蟹蟹有点小可爱 每次总不忍心杀了他们 画眉回说吧 掺住许奇迹 哦 看看我的收藏去 此时的他 就像是个要炫耀自己玩具的孩子 有些迫不及待 想向许奇迹展示自己的收藏 二楼 健身楼层的储物室中 这个楼层有两个储物室 一个存储着健身器材的更换件 杂物 另一个储物室 却被画眉改造成了宝库 储物室打开 其内摆着三排架子 其中有一排架子上 几乎摆满水晶牌 还有两排暂时空置着 成双成对的符文卡 被立着插在专门的展示小架子上 闪闪发亮 光是种类 上百种肯定妥妥 每个种类都是成双成对的 除了一小部分 没有凑对的孤品 被单独放在一边 齐活了 本来还在想着 等灭缝姐妹那边凑一凑 到时候 她去刷个许面子 凑齐一百枚符文 结果根本不用 画眉这边的种类数 就超过百种 预计不会少于两百种之数 喜欢吗 沈画眉双手张开 喜欢的话 这个储物室里的所有东西 都是你的了 喜欢 许奇记点头道 她的内心 也不允许她说谎 画眉嘻嘻笑道 今天迎接我的出场 很帅哦 画眉 咱们以后别提这事 许奇记恨不得能从麦穗纳弄一台时光机来 回到中午 将之前发生的那一段给删除 另外 画眉的爱好之一 她掌握了 以她现在的渠道 通过灭缝提到的总部 未来肯定能收集到更多款式的 受服 过不了多久 我来将余下的两排架子 都填满水晶符 许奇记帅气地保证到 让画眉也能开心开心 成江大学六建客小群 张板波 全体成员 你们几个 出发了没 周末时大家约好了 如果能有空的话 今天趁着高窜回来 宿舍几人好好聚聚 顺带看望下 从植物人状态恢复的高某人 我和媳妇已经出发了 许奇记第一个回复道 本来她准备和画眉两个人 自己开车前往高窜家的 但一听到她要离开胡山市 大厦总部那边就有点慌 生怕许奇记这颗珍贵的脑袋 在路途中出意外 所以专门给她 安排了辆特制车辆 还安排了俩司机护送他们 此时 许奇记手中提着一个箱子 和画眉舒服地 躺在车后大沙发中 手中抓着手机和室友聊天 箱子中装的是 整整90枚精挑细选后的符文 许奇记明儿一早 可能就会去见苏西莎 到时候给自己的大剑上打完孔 装入这90枚符文 她就能晋级了 所以 想了想后 她干脆戴上了这一箱的符文 90枚中 除了那枚献剑一根头发 召唤一个分身的精品符文外 许奇记还凑了9个 同样是精品的技能符文 其中 就有她非常期待的 和封印有关的符文 愿你吐出的气息 化为固不可破的牢笼 这个比献剑头发靠谱 和封印稍稍也能扯上一些关系 固不可破的牢笼 说不定能成为一个牢笼封印 让你落下泪珠的人 将被泪珠所封印 这个才是重头戏 祝福中就提起过 封印二字 代表着它是一个真正的封印技能 就是激发的前提有些蛋疼 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看 想要封印新兽的话 她许奇记得要先被新兽 打哭才行 但就凭她那颗超级大心脏 被打哭这种事情 几乎不可能发生 哪怕直接被打死了 她都哭不出来 所以 只有强行猛男落泪了 落下泪珠不一定非要伤心 只要演技到位 酝酿下自己的情绪 挤出几滴鳄鱼泪水 还是没问题的 等下次有机会遇上新兽 她就好好试试这两个技能 先对着某只新兽吐痰 吐气 看看气息所化的牢笼 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将新兽 拖出阴影世界 带入现实 接着目光望向某只新兽 强行催动自己的情绪 落下痘大的猛男之泪 看看能不能激活这个技能 将新兽封印到泪珠里去 如果成功的话 那这个技能就成了她的童树 我瞅你一眼 并落下了痘大的泪珠 就问你怕不怕 当然 到时候在晋级前 她还得注意一下 可能会出现的劫难问题 按苏老师的说法 世界的不同 规则可能也会不同 甚至同个世界 因为修炼能量体系的不同 劫难出现的形式也会不同 如果她现在的主世界 也会有劫难出现 不知道会以何种方式显现 许七七既有些期待 又有些担心 小群中 苏七七回到 我已经快到了 我也快到了 乐观的杨月冒泡后 到 另外 我能不能带我两个女朋友过来 奇迹都带媳妇了 我带女朋友不过分吧 左手机和右手机吗 我准了 张板波回到 张平 张板波 七进七出 老高他到家了吗 到了 我已经到动车站下来了 接下来打个车就能回家 一会儿见 高窜迅速回复 话说 老高 你到时候和苏根一起寻仙时 如果有线索 别忘记我们 杨月这次 语气不再是开玩笑 而是非常认真的 今时不同往日 周末时 高窜提起自己要休闲 宿舍里的大伙 都是抱着乐呵一笑的态度 但现在 大伙是真笑不出来了 时代变了 本来今天群里的各位 也在吃隔壁天沙国怪兽投影的大瓜 但吃着吃着 自己国家 甚至是自己城市附近 也都出现了那种怪兽虚影的画面 这内心 凉嗖嗖的 世界观都崩溃了 好在目前可以确定 世界上有某些潜在的高手 在抵抗这些怪物 暗中守护着这个世界 人类不是毫无抵抗之力 这才让大家的内心 稍稍正点地丢丢 但大部分的内心 还是慌得一批 要如何面对那些怪物 武林高手 或者大夏帝国传说中的修宪 还是超能力 或是高科技技术 所以 现在高窜如果依旧说要去寻仙的话 群里的大伙是百分百支持 从心灵到肉身 甚至到实际行动方面的支持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要情报就搜集情报去 嗯 肯定的 高窜点头道 寻仙 我是认真的 许奇记手指 在手机屏幕上轻轻敲动 目前宿舍里的几位小伙伴中 高窜很可能已经在大夏官方的名单上了 恐怕是即将觉醒的特殊存在 成为植物人的小半年来 高窜的福利太好了 好到过分 这要不是他有特殊之处 都说不过去 其他成员的话 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份潜力 不过 不慌 奇迹之门 就是为此而存在 他这个没有资质的普通人 都能通过奇迹之门觉醒 到时候等奇衣山那里升级下奇迹之门 将它大众化 一切都不是问题 在此之前 他倒可以为自己的同伴 先做点准备 比如 给他们喝点药 补脑的那个 花梅 你之前每周有给我喝的药汤 配合方什么 有记得吗 我感觉那要不错 一会儿推荐给杨岳和老高他们试试 许奇迹为如晦喷了喷水 擦着他的小叶子 今天出门 今天出门时 他还记得戴上了小墨镜 画梅的头发也没有眨起 几肩短发披散着 多了分活泼可爱感觉 算是满足下许奇迹的一点小乐趣 我发你 沈画梅点头道 还得注意火候和时间会有点长 谢谢亲爱的 许奇迹帅气推了推墨镜 肉麻 话没笑道 前面灭黄安排的专业司机 默默开启了隔断按钮 将主驾驶座全面阻隔 路途稍远 途中 不知何时 许奇迹靠在沙发上 瞇了过去 怀中 点名册 微微泛量 许奇迹的精神力和点名册 微微共鸣着 片刻后 梦中的许奇迹 感觉自己的意识转移 有种灵魂出鞘的感觉 一直上升 升到了天外天之上 它仿佛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球状生命 不对 准确来说 是成了一个巨大的 保护着星球的防御 在它的面前 是怪异的舰队 扭曲的精神阴影世界 还有数不尽的星兽 这些舰队中 似乎正用某种语言 进行着交流 突然间 所有星兽 舰队 隐藏在阴影世界中的物体 都停顿下来 望向许奇迹方向 在他们的感官中 防御上 出现了一张巨脸 用一种特别嘲讽的表情望着他们 表情生动 仿佛在说 来啊 来弄我呀 孙子 下一刻 天外天中所有的舰队 阴影中的生灵 新兽都暴动起来 但事实上 许奇迹并没有嘲讽 纯粹只是一个人的脸 被圆球画后 自然地扭曲 成了嘲讽脸 就像是将一张人脸照片 贴到球上后 凑巧变成了滑稽笑表情 纯属巧合 如有雷同 来弄我呀 咱们 凑巧变成了滑稽 在那边